欢迎来到BioWhisperer频道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对组学的透视概述 自从人类基因组图谱和测序过程开始以来 新技术使在组织或细胞内获得大量分子测量结果成为可能 这些技术可以应用于感兴趣的生物系统 以前所未有的分辨率获取基础生物学的快照 从广义上讲 予以高通量方式测量此类生物分子相关的科学领域称为组学 例子包括蛋白质组学、转路组学、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织质组学和表观基因组学 它们分别对应于蛋白质、RNA、基因、代谢物、织质和甲基化DNA或染色体中修饰的组蛋白的全局分析 进行组学研究的动机有很多 一个常见的原因是要全面了解所研究的生物系统 基因组学 基因组学是一门研究发现和记录特定生物体整个基因组中所有序列的新科学 基因组可以定义为细胞内的完整基因组 因此 基因组学是对生物体基因组成的研究 然而 确定基因组序列只是基因组学的开始 一旦完成 基因组序列将用于研究众多基因的功能 功能基因组学 将一种生物体中的基因与另一种生物体中的基因进行比较 比较基因组学 或者生成一个或多个基因的3D结构 来自每个蛋白质家族的更多蛋白质 从而提供有关其功能的线索结构基因组学 基因组学是研究其他组学科学的切入点 生物体基因中的信息 即基因型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物体的最终物理构成 称为表型 然而 环境也对表型有一些影响 我会感谢您通过单击喜欢按钮 并订阅未来更新来帮助分享您对这个科学频道的热爱 我和我的退休教育工作者团队 生物技术博士 儿语者的四位策展人团队 包括猫头鹰博士 很乐意听到您对未来主题的评论和建议 抛开这些 让我们继续讨论 蛋白质组学 蛋白质负责细胞内无数的任务 细胞中完整的蛋白质组可以称为蛋白质组 对蛋白质结构和功能的研究 以及细胞中每种蛋白质的作用称为蛋白质组学 蛋白质组是高度动态的 它会根据不同的环境刺激不时发生变化 蛋白质组学的目标是了解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 如何让它们做它们所做的事情 它们相互作用 以及它们如何对生命过程做出贡献 蛋白质组学的一种应用被称为蛋白质表达谱 其中蛋白质在生物体中的某个时间 作为对刺激物的表达的结果被鉴定 蛋白质组学还可用于开发蛋白质网络图 其中可以确定特定生命系统的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蛋白质组学还可用于绘制蛋白质修饰图 以确定野生型和转基因生物之间的差异 它还用于研究涉及植物防御反应的蛋白质 蛋白质相互作用 代谢组学 代谢组学是最新的组学科学之一 代谢组是指样品中的全套低分子量化合物 这些化合物是酶醋反应的底物和副产物 对细胞的表情有直接影响 因此 代谢组学旨在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特定时间 确定这些化合物的样本特征 代谢组学可用于确定健康植物和患病植物之间 数千种分子水平之间的差异 该技术还可用于确定传统作物和转基因作物之间的营养差异 以及识别植物防御代谢物 整合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 基因组学提供了由DNA提供的完整遗传指令级的概述 而转录组学则研究基因表达模式 蛋白质组学研究动态蛋白质产物及其相互作用 而代谢组学也是了解生物体整个代谢的中间步骤 转录组学 解码基因组DNA是了解表达过程和功能基因组学的一步 细胞内遗传信息的基本流动如下 DNA被转录或复制成一种称为核糖核酸或DNA 完整的一组经过一些编辑发生在细胞核中成为信使RNA 它将信息携带到核糖体及细胞的蛋白质工厂 然后将信息翻译成蛋白质 转录组是来自细胞或组织中DNA的整套RNA转录物 转录组包括核糖体RNA 信使RNA转移RNA微小RNA和其他非编码RNA 在人类中只有大约2%的基因组在转录组中被表示为蛋白质编码基因 转录组的两大类测量技术是微阵列和RNA测序 也称为RNA-SEC 较旧的方法之一是使用基于与特定RNA转录本杂胶的寡核甘酸碳针的微阵列 它正在被更新和现代的方法RNA-SEC所取代 其关键优势在于允许对RNA进行直接测序而无需探针 其中一些平台包括CORUS CAD Oncotype DX MamaPrint和EloMap等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表观基因组 表观基因组广泛地包括对 对DNA或结合DNA的组蛋白的可逆化学修饰 并在不改变其减基序列的情况下改变基因表达 表观基因组在同一生物体内的不同细胞类型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其中表观基因组修饰可以以组织特异性方式发生 以响应环境因素或疾病状态的发展 这种表观基因组修饰可以跨代持续存在 从生化的角度来看 以高通量测量的表观遗传变化属于两类 首先 我们有DNA包密定残疾在CPG的假激化 其次 染色体中特定组蛋白的多种修饰 也称为组蛋白标记 学确实提供了潜在的好处 这些总结如下 首先 我们看到技术进步和创新将逐步为 不同领域的公司和实体提供新的创新机会 在横向方面 组学技术的扩展应用 可以应用于包括健康和医学在内的众多部门和应用 在医疗保健和医疗应用方面 组学正在逐步整合个性化 我们对细胞 分子和疾病机制的理解的进步 使患者能够获得更多个性化的治疗 尤其是在个性化营养领域 在新产品和治疗开发领域 我们看到创造满足社会趋势和消费者需求的 具有更多健康影响的新产品的价值 随着研究的进展 我们对组学研究结果的扩展知识和理解 将继续加深我们对系统生物学和作用机制的认识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已经确定了与复杂特征相关的数千个基因位点 包括各种疾病 尽管成功时别了相关位点 但解释GWAS的发现仍然具有挑战性 并且需要其他生物资源 影响领域 近年来 组学已成为促进食品工业、环境或健康和生物技术等不同部门创新的重要工具 其中 生物来源的产品或物质发挥着重要作用 结束观点 组学 包括基因组学 转录组学 蛋白质组学 代谢组学和表观基因组学 越来越多地用于广 范的研究领域 应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与这些组学数据的综合分析 有望扩展我们对复杂性状的认识 并提供对复杂疾病的发病机制及其致病因素的深入了解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按赞按钮并订阅这个频道 以获取未来的更新